来自林传媒的独家消息说 侦办郑文燦涉探案又受阻 这是陶检申请搜索票 要不到 第五度驳回了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陶检必须要在11月10号之前起诉 他否则就得释放郑文燦 但是因为 已经第五度向法官申请搜索相关住所 但是法院认为 时隔九远 现在已无搜索必要 所以第五度裁定驳回 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 就往我讲的天上掉下来了一堆照片 来看到这个是有匿名者爆料 郑文燦的官邸在过去什么段时间 就是在今年的2月26号到3月20号这段期间 有好多的绿营要脚 这些大官们待进待出 来看到这边 哪些人来自PTT上面的一个爆料 这是在去年113年2月26号 林德逊 郑世忠 审发会 梁文杰 潘孟安 林习耀这些大头 徐立民 梁文杰 蔡秦昌等等 好 大家都有回应 那么首先是这个林德逊 他是行政院办公室主任 他说他根本没去过 他不知道官邸在哪里 而且他说经过幕僚同仁了解 照片中的人可能是前台中市议员张耀忠 那可能两个人长得有点像了才被误认 可是张耀忠也说那个人不是我 只是照片看起来真的很像 我看到照片也吓一跳 但我猜不出是谁跟我那么像 今年没有去过官邸 如果有我一定会承认 那么另外审发会委员他说 立委要进出官员的官邸 真的没有什么好做文章 这常见 那么关于在这个照片当中 你有看到这些人 潘孟安 梁文杰 史哲 吴正中 政委 好 徐立民 蔡奇昌 于婉如等人 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好 那我们先看到这 我先请波及来分析 照片谁拍的 为什么要拍 那拍了之后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机点 放出来 谁拍的很难说啦 这个 第一个 你要去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副院长官邸在哪里 在进南路上 我去过 我也进去过吃饭 在里面吃饭 你有提袋子出来吗 有 为什么 因为你被 我不是郑文杉邀的啦 我说以前有副院长 邀媒体进去吃饭啦 大部分官邸都是拿来当什么 宴客厅 他其实就是一个你知道吗 里面进去一个大的客厅 然后呢 里面在一个厨房 就是一个那个 类似像那个小餐厅 其实他蛮小的 他餐厅蛮小的 所以呢 那个大概就一桌 那所以通常就是一桌的人进去吃饭 那如果你今天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副院长都不会住在里面 就招待所啦 对就把他当这种所谓的招待所 然后谈事情来做 那你知道很多那个副院长的那种 你知道他们都会把年节哦 有很多那种什么礼品哦 通通就放在官邸 然后呢 有时候呢 比如说你找记者或怎么样 啊来来来来 带一个回去 带一个文旦 带一个柚子 所以你出来一定都是大大包小包 所以这些照片我老实说 以前我们在周刊看到这些照片 连用都不会用 这些照片是垃圾 我直接讲这叫垃圾照片 为什么 没有故事 比如说如果你先讲 假设了2月26号 那时候假设 体育署长爆发弊案 他夜奔郑文燦官邸求救 你要有这种故事 才会变成是新闻 不然奇怪 体育署长去找行政院副院长 搞不好是在谈奥运的这次的事情 代表队他们要怎么处理啊 有可能啊 对不对很合理啊 那官员去找副院长有什么了不起吗 一样啊 当然那个林德逊那个谜 我们等一下再谈 就说到底那个人是谁不知道 审发会梁文杰 一个立委 一个两个都新潮流北流的重要要角嘛 然后呢 二月那时候在干嘛 在阻隔嘛 然后呢 那时候你看嘛 审发会梁文杰 梁文杰搞不好就是说 我被误文要去这个陆委会了啦 跟这个我们大哥报告一下 有没有可能 对啊 就这样嘛 那你说像潘孟安 林希耀 这新系的聚会 还意外吗 对不对 3月20号很正常啊 对不对 搞不好里面还这个通风报信一下 文杰这次好像都没有你 对啊 你要不要跟总统 小英总统报告一下 救一下你 怎么的 就是这个太合理了 这些人进出郑文杰的副院长官邸 毫无意外 如果今天比如说有一个假设 企业界的大佬 或是黑社会老大 或是什么 在野党领袖 在野党立委进去 那才叫新闻 就要故事 所以 这些照片 我说不管今天谁拍的 这些照片在任何上面 新闻价值上是没有用的 会不会这只是第一波 也就是说 他说压着有一叠照片 会不会有第2 第3波 不管有几波 其实你从 陈时中参选 台北市长就有人在跟了 你记不记得 牵手 牵一个人妻的手 然后呢 他什么闯红灯 其实这个叫做大规模的跟奸 包括你知道潘孟安 住那个什么 中正区一个房子 然后那个王宏卫还被告 那件事情 潘孟安也被跟啊 那时候潘孟安还说要去告媒体 说什么 怎么可以跟进我们的地下室 那是私人空间 所以那个也有跟 然后呢 很多 其实这两三年 有非常多民进党的政要 都被特定人士跟监 可是这个特定人士到底是谁 不知道 你有可能是民间人士 有可能是周刊 拍了不能用嘛 我刚讲的 这些东西你拍出去 回去 他们去不是很正常吗 你这些照片没有用啊 就丢掉了 丢了有人可能你知道 那个资源回收筒 搜一搜 然后档案看一看 这个可以拿来做什么文章 拿去爆料 都有可能 因为他这个 我讲这个 爆这个照片绝对不是第一手 就是发文的那个ID 绝对不是拍摄的人 那个绝对都是转好几手之后 然后透过一个管道 而且那个连四叉猫都去搜这个 这个账号了嘛 说是一个很干净的假账号嘛 对不对 他只是说他前一天拍摄 他有露线 他没有用跳板 可是那又如何 你接下去 我今天因为发这个照片 如果这个人的IP就被查的话 我问你喔 这些照片犯了哪个法 他在济南路上拍照 请问犯了什么法 请问犯了什么法 你为什么可以查他IP 我们很多狗仔队也是这样啊 就是大马路上拍 对 你还记不记得王毅川 对 记不记得 他也被拍啊 有没有 他说我被跟煎了 怎样怎样 然后他还去警局报案嘛 跟骚嘛 那你要确定有人在跟 才叫跟骚啊 那这个 如果他今天就定点 他说我是一个路人 我就看到那个门口进进出出 我就拍一下 当然这个设备啦 你要知道都几乎都晚上 晚上拍得那么清楚的 通常装备都不错 就是属于那种大炮啊 或者说比较专业的摄影器材 那不管怎么样 今天这些人进出 不是重点 重点是 郑文燦被收押 才把他拿出来 嗯 然后呢 搭配的 其实搭配的是 那个所谓的 搜索 就是说搜索都不会准 对 他是想要营造一个 啊这些人过重生命啊 所以呢这个郑文燦都不用搜啦 哦 可是说穿了这些我 如果我是 如果我是法官 我看到这些照片 这有什么好收的 我更不会搜 我看到这些照片 我觉得 所以呢你副院长官李 副院长官李 现在谁在用 现在郑立军在用 他现在要去搜嘛 所以要继续弄正文燦 这个我觉得单纯就是观感 打观感而已 然后去影射说 你看每个都拿一个小袋子出来 哦是不是装了什么东西 哎呦这个 这个我觉得太low了啦 这个爆料不成功 这个爆料不够成功 所以因为他也没有一刀毙命的东西 目前没有 他全部就是打一个悬疑感而已 对 所以那郑文燦已经压在里面 那你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嘛 对不对 所以我只能说 这一些的东西 你只是证明新潮流 他们平常的过程 确实就是他们的互动很密切 新潮流北流 不密切还才怪咧 你知道吗 像以前我们就说 新潮流某大佬 每个礼拜固定会去哪里聚会 这都是 这个在他们圈内 都非常常见啊 只是说 现在郑文燦拿他的副院长官吏 来做这个聚会所 有什么了不起 真的 我怎么看都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我觉得林德逊那个故事 因为林德逊说 那个照片里的不是他 然后呢 他说可能是谁 结果呢 那可能是谁的也不是 那就是有第三个 长得跟他们两个都很像的 这个 那不管今天是谁 因为他是体育署署长在同列的 那搞不好是体育圈的人 搞不好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 那不管什么 因为过去我们在周刊曾经发生过 就是把一个企业界的人 误认成国安高层 亲身发生的事情 那时候所有人看到那个照片 而且他是去酒店 注意哦 就是宇宙大爆炸那一次 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安高层 长得就是国安高层啊 就是他所有人 所有 我们那个整组 认识那个国安高层 都说对啊对啊就是他 然后呢 可是你知道 当做准备要出刊的时候 打电话问他 没有我绝对没有去 我说我有去的话 我什么天打雷批 他讲的就是 对他说他就没有去啊 后来后来你知道怎么办吗 那个 他说你们要不要去确认一下 我知道在商业界有一个长得跟他很像的 是哦 就是说他说你确认一下 是不是他 后来去查 真的是另外一个人 所以 有时候因为你知道 从这件事 从这个林德逊的角度来看 就表示拍摄人不认识林德逊 他也没有查证过 他就是看图说故事 那 我告诉你那个 那个上 我刚讲那个故事哦 更扯的是 就是我们去问了那个官员老婆 拿这个照片给他看 就是事情过了之后 我们说你看 我们拍到一个跟你老公长得很像 他说对 这根本就是我老公啊 连他老婆都认不出来 对啊 那个照片就很像啊 所以我说像这种 看图说故事的 从林德逊这个 因为两个都否认 那你也老实说 实无对证 那唯一能够证实就是郑士忠 就说你们那一天进去有谁 同行的有谁 那我觉得媒体可以去问看看 到底谁长得跟林德逊很像 这是一个花絮啊 就说明星年的部分 但是以这一次的爆料 我认为对这个民进党 或者对这个文化的伤害 是很低很低很低的 甚至没有伤害 因为他正因为他是副院长 他在他的副院长官邸里面 请客吃饭 然后请这些所谓的同党的 甚至官员 真的一点这个问题都没有 我要推荐给大家一项新产品 是我非常喜欢的 在最近中间推出的新品牌 卢慧保湿舒缓凝胶 他擦了之后呢 除了可以缓解日晒之后的不适 最重要的是可以作为日常的肌肤保养 所以您只要看完接下来影片之后 你就可以清楚了解到 卢慧保湿舒缓凝胶它的功能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卢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卢慧协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卢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 增强卢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卢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aw Your Care